哈啰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博音 今天我们这一集呢 有一个回过来宾跟一个新的来宾 他们也是苦苦哀求啊 跪在地上 拜托 这真的有跪 真的有跪 我们来欢迎人杰跟六块钱 耶 大家好 好 那个人杰 这件事情来烦我超多次 我至少讲了三次吧 但好啦 因为你们要做的事情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蛮有兴趣的东西 我们来聊一下你们接下来要干嘛好了 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完全没有考虑一些现实的因素呢 是是是 好 稍微简短的跟大家讲一下 你们接下来想要在卡米地做什么样的创举 可是刚刚 因为我们刚刚在录音前有稍微聊一下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会有可能 会有炸的可能 因为我们这个企划也是超奇怪的企划 真的啊 好 反正我们要做的东西是沉浸式的演出 沉浸式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 对于大家来讲稍微是陌生还是熟悉 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 就是台湾曾经有过哪些沉浸式剧场 然后自己有看过可能国外的什么 你们有看过国外的吗 我其实是没有 我一场都没有看过 不是说要偷国外的东西 结果没看过要偷 全台湾大概可能有做十几二十档 然后全部都是来自于国外的一个秀 叫做Sleep No More Sleep No More 对 我前天是前天吗 我已经分不清楚今天几号了 今天28吗 29吧 我们是5月26号在纽约看的 然后他们好像27号就要把这个秀 结束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再也不演了 对他们演了十年了 然后不想演了 对对 我有听说他们演到今年 可是就是你们去的前几天 后几天 我们去的隔一天他就没了 我们应该是看了倒数第二场 可是那你们怎么买到票 对好问题 因为我原本进去的时候 我想说他们要停演了 是不是卖不出去了 因为已经十年了嘛 结果我们看的时候人超多 超多吧应该人超多 然后我想说 对我们怎么买到票 人还是很多 那我快速讲一下 就是这个曾经吃的东西 反正Sleep No More 它是改变一个很经典的剧本 杀剧 杀剧啊的剧本 那是四大悲剧之一 马克白 马克白 反正大家也不知道马克白是什么 反正你们也不会查 就是大家应该没听读手书 Anyway 就是反正是一个很经典的剧本 你们都知道是很经典的剧本就好了 自己查自己Google 自己Google 然后还要别人讲 啰嗦 以为我们节目会照顾你们啊 你以为这是什么 韩金刚刚刚的节目吗 不是不是 完全不是知识 我们都叫你们自己查的 反正总之就是 它曾经吃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有一个很屌的概念 就是它 转换了某种观影关系这样 那什么是观影关系 也是自己回去查 不要这样 拜托不要这样 好吧你就好好的解释一下 我们真的有需求 对你好好的解释一下 反正就是 一般我们看戏的时候 就是大家想像应该就是 我坐在台下 然后有人在舞台上 然后演戏给你看 然后但是 曾经是他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把那一个 就是第四面墙 就是隔开观众跟 跟演员的那个东西 变得很模糊 甚至会转换这个关系 就是演员 简单讲就是 演员会在你的旁边 演戏给你看 然后或者是 他可能 你也会变成是 某一个角色 对就是他的观影关系 会转换 所以 他曾经式的原因就是 你不再只是 看 你也成为这个戏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 甚至可以说 没有观众参与的话 这个戏 这种类型的戏 基本上他就不成立 你有看过Sleep No More吗 我其实没有现场看过 我其实没有现场看过 因为我好像没有别的机会 发表一下我对Sleep No More的感想 你刚看完吗 热腾腾的 你说说看 我觉得第一个是 就是我们先讲好的 好的部分 其实 再到退步 我去看之前 我就有个朋友跟我讲说 其实 大家都说Sleep No More超屌的 一定要看什么的 但是其实好像有很多人看完之后 都是说 没那么喜欢 然后我就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去看的 所以其实看到很多东西 我是真的觉得很屌 因为我的期待很低 他们没有那么享受 是不是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去杀 因为他们没有去杀 那个什么是马克班 对 然后他们跟错人 对 你如果第一次去看 你要跟男主角或女主角 那其中之一 你就会还蛮了解故事是什么 可是他们可能就跟了一个 我有听说 如果你跟到一个去厨房做菜的人 你会从头到尾看那个人在厨房做菜 对 还是柜子 还是什么 就你会被关在一个地方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你就是只能在那边这样 我自己一开始进去 我有点不知道 因为我没做功课 我不知道我要跟着一个人 看完那一个人所有的剧情 还是我没有办法 看完一个场景 里面的所有剧情 所以里面有一个裁缝店 然后那个裁缝店 其实剧情蛮多的 就一开始一个女生在跟一个男生 然后有些互动啊 在跳舞什么之类 然后后来女生走了 另外一个男生进来 然后就是原本的 第一个男生跟第二个男生 又有一些剧情 然后后来第一个男生又走了 然后反正就是 你在那边可以看到蛮多剧情的 但是到后来 有一个裁缝师 他就一直在缝衣服 然后大家就站在那边 看他缝衣服 大概缝了十分钟 然后想说 他是不是该换人啊 他妈的你要缝到什么时候 可是他的机制是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马上离开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超级自由 你可以任意时间去 任何地方 对然后 都没人在演戏的地方 就 我把他当密室逃脱 对 他们的道具制作超好的 桌上会有很多信 然后你就可以读那个信 其实跟剧情也有点关联 但我后来发现好像 你是要跟着某一个人 一直看他的剧情比较好 可是就是变成说 你想要体验是否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 曾经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如果说像SVNOMO 它是规模很大 然后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好 就是比如说 每一个角色还一定有自己 超级完整的一个剧本 所以 你其实可以 我觉得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当然 对于剧情 你很想了解 你当然是跟主要的角色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 其实会故意选一些 其实没什么剧情的人 然后你想知道他到底在干嘛 像你说那个裁缝师 但是他一直彩缝 那其实你可以照他的耳朵 好像说 妈你缝了十年 衣服都缝不出来 去死 可以这样子玩吗 真的吗 因为你敢讲中文他也听不懂 点这个吗 也是也是 对 说到互动 你知道赫隆有被亲吗 蛤 赫隆被一个角色亲 但是他的那个逻辑是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女性的角色 然后他好像就是 不知道是在很开心 还是在发疯 还是这样 因为我跟赫隆分开跑 你们走不同的路线 对 然后他就把赫隆抓过来 然后这样亲他额头 哦 哦 但我印象中是不是 观众是戴一个面具还是什么 对对对 戴面具 所以赫隆的面具 上面就有一个红色的唇印 哦 但我以为他的逻辑是 观众变成很像是幽灵 是吗 是 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变态 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很变态 那个窥视感很重 对对对对对对 我知道 可是他这样的话 等于说是那一个角色 他就亲吻了一个幽灵 是吗 就是在那个逻辑里面 没有他们会适时的 就是 因为演员就那几个 对 大概我也不知道多少 十来个 应该有十几个 对可是他 要表现出一些 好比说 在路上然后有人走来走去的时候 他就会拉一些观众进来 去当那种 龙套演员 哦 然后把你甩来甩去 但是同时他们还是带着面具 对对对对 哦 因为我是听说有一些 类似这样曾经是剧场 他是一开始会有dress code 嗯 然后比如说 他是一个80年代的游乐园 嗯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 他就是每一个环节 大家要换上80年代的衣服 哦 然后你本来就是 这一个场景里面的人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刚好这个场景 有发生一个凶杀案 或是什么之类的这样 嗯 所以跟Slim No More的玩法 又有点不太一样 对 因为玩法很多 我有看过另外一个在伦敦 然后是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改编 哦 然后每个人进去就是发一张扑克牌 嗯 然后我记得我超烂 我是什么零零 就方块3之类的 啊 就是那种 什么屁都没办法 这有够烂的一张 然后 就是没有像Slim No More一样 你可以自己选路线 嗯 他会跟你讲说 方块跟我来 黑桃跟我来 来来决定你去看到什么 哦 到最后大家都还是全部都有看到 哦 那我们这一次要做的这个演出 其实跟你第二个讲的比较像 哦 就是我们是会分路线的 嗯 然后相较起来就是 呃 呃 观众的移动的自由度没有那么大 嗯 但是他们在剧情当中 他们其实有很多 就是在这个框架底下 我们其实给他们很多空间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概念是 包含在一个喜剧俱乐部的导览 嗯 然后他就说哦 我们观众来 他们就是观众 然后我要带你认识这个空间 嗯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体验的东西 比如说呃 呃 带他们玩一些呃 呃我们有时候会来舞台上面玩的一些游戏 比如说大喜利 嗯 截指条 即兴 对对即兴对之类的东西 然后是 他们让他们参与到 到这个里面 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 有很多自由的空间 可是是 在框架之下 他们比较不是像斯林诺某可以这样走来走去 嗯 对我们会 锁定两到三条路线 让他们待在那这样子 嗯 但其实这个我比较喜欢 因为斯林诺某就是自由到 你真的不懂 主线剧情到底在干什么 哦 对啊 所以等一下所以你们 会分边 会分边 他们会互相看到对方的剧情吗 会 就是有时候合在一起有时候会分开来 那 我的意思是说 需要去看两次 对 对对对对对 我们只是想要削钱 哦 感觉不出来嘛 之后我们有三种结局 对 有就是AB casting 我们有一些演文会换 所以的话 就是最好大家可以多买几张票这样子 ok 对啊对啊 这超聪明的设计 哇 我们以后 哇 而且我们在设计 我贺博台风 我就是 就是观众先分两边 哦 但是我们交换之后 我们讲的会不一样 哦 因为其实像 就是反正 台湾有 就是所谓沉浸式剧场 这个概念大概是可能1819年 然后被一个团队也是 也是看完Sleep No More 然后偷完 所以我们不说头 我们说被启发 被启发 但是基本上一模一样 这也是被启发的 对对对对 你走进去暗暗的 哦这是一种启发 对对对对 一种氛围的音色 一种氛围的音色 反正就是这个名词是 那个时候 算是那个团队他们建立起来 沉浸式的东西 但是虽然我就是对于沉浸式 剧场这个名词本身 我觉得很困惑 因为我觉得 基本上你所有演出都应该要很沉浸 就是如果你很疏离的话 你要看个屁 就是其实像Stand Up 脱口秀其实也是 就是观众要很相信 你要讲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他吐槽你 他也是基于在 我相信你的这个路上 所以我反驳你 对吧 可是我一开始就超级离你 超疏离的话 你不管讲什么我都听不下去 对吧 所以其实所有演出 他都应该要很沉浸 那要怎么讲才比较合 是什么主动参与式剧场 就很麻烦 互动式剧场 所以我把它当成是一个专用名词 就是他就叫沉浸式剧场 对 算我觉得任何东西就叫沉浸 但是你刚刚说 如果赫尔台海峰分两边 我想到好久以前 也有个剧场的戏 然后他叫什么 膚色时光还是之类的 然后他那个戏的舞台 是分两面台 然后观众是坐在一个 一个圆形的空间里面 但是他那舞台 把那个圆形切成两半 然后有A区跟B区 然后你彼此看不到对方 然后那个两面台同时演出 所以如果我在A面的话 我会没有办法看到B面的戏 但是我会听到声音 然后他的那个舞台会开一些缝 然后他就是想要满足你那个 偷窥的欲望 然后我记得他开了一个很像是 那种就是那叫什么 绝对领域 就是膝盖到那个 臀部 臀部那一带的一个缝隙这样 然后所以你就会看到对面舞台的女演员 穿着裙子从那边走过去 那你听到他的声音 可你看不到他的脸 但你看到他的腿 跟听到他的声音 那就一直很想知道 他们到底在干嘛 这样 我觉得就很有趣 这个我也觉得超沉浸 这样 OK 所以 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做这种东西 就是他跟一般的 就是坐在那边固定式的观众 他能够多做到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们想要的是 透过这件事情去知道 笑话这件事情在哪个地方发生 就是讲的 连很高概念 是这样子 连团队成员都有先发现 原来我们是要做这个 因为我们讲单口常常会 我们在台上讲一些笑话 然后底下的观众给的回馈都是 我觉得这没有很好笑 然后你问他什么好笑的时候 他就会说 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小事 比如说他在公司订饮料的时候 谁跟谁 他们的对话长什么样子 我们在做这部戏的时候 其实就在好奇说 那为什么观众会觉得 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才好笑 他的人生经历里面的那些小事 为什么好笑 为什么不是台上的那个演员 讲的笑话好笑 所以如果当我们改变了那个 观影的位置的时候 让喜剧发生在他的身边 就是他好像是他经历了一件事情的话 那会不会他们觉得 这个才叫做好的喜剧 或者比较有趣的喜剧 好猛喔 这有点像是情境喜剧 可是把观众拉进来当角色 可以这么说吧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观众在里面 其实他就在演观众嘛 但是就是让戏真实发生在身边的时候 我们在试图寻找 这样会不会比较逼近什么是喜剧 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觉得像赫伦或博恩 就是可能很常遇到这种事情 就是我觉得台湾观众 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很难分辨出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假这件事情 然后尤其我觉得像 就是因为像我大概做 就是单狗齐鱼可能十年左右嘛 然后笑屁啊 这不是笑你啊干你啊 这有跟大家补充一个背景知识 就是博恩跟六块钱 两个人是同期的演员 同一个十年 同学啊 同期生 同期生 这个是不是可以剪掉 我觉得你丢脸 真的讲出来啊 没有没有这是博恩丢脸 不是你丢脸 对啊 因为我丢脸 我是蹭博恩 我是蹭博恩 我是超坏的学生 我那时候真的很坏 我内学企业课 我上到一半 我就说我只上单口 后面双人的 我再也不上了 然后就笑掉了 然后出国这样 对对对 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我一场都没有跟好事拍一起演过 没有完全没有 好险 我也觉得好险 不然的话你现在不会坐在这 对 反正总之就是 我们那时候一进去 最一开始就是 所有人要取一个艺名 噢 刚刚是你取的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吗 不是是阿Q 反正是另外一个人 我一直觉得是你取的 反正我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不是我取的 反正总之我要讲 这个艺名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 我觉得 我那时候也觉得很蠢 就是为什么我要取一个这样的名字 但后来我自己慢慢会觉得 至少 就是比如说六块钱 对我来讲 我可以把它形塑成 只是一个角色 是 他跟我有一个距离在 但是 比如说博恩 或是赫隆 你们就是用本名 所以当你们用本名 在台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 因为台湾的观众 基本上我觉得 基本上是不聪明的 因为我讲笨太熊 所以我讲不聪明 所以 差不多 所以他们有时候 他们有时候会很难分辨说 这个是你真的想要讲的 还是你在舞台上表演 他们会 这个真实和虚假 会变得很模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你们被攻击的时候 我其实会觉得很难过 就很像 你们的人格被 否定 或被污蔑 因为而且 我听到 就比如说我是你们的话 我听到是我的本名 我好像我这个人是真的很烂 或是什么 但是如果 但是像我被骂 就是六块钱被骂 或是六块钱被克服干 就是我可以回到我本人这个角色 六块钱在二三只场被克服 所以我也觉得那个是他的事情 不是 那是你的问题 说到这个我一定要问 所以这次里面还会有裸的环节 不会不会 有这次我作为 我这次作为制作人 我有要求 所有演员都不能 他是说只要裸露就不给钱 对对对 后来发现其实蛮有用 习剧演员真的都很穷 就是你只要说 不会给薪水 他们就会好 很乖这样 真的很乖 这个我们可以稍微 就差底去聊一下裸露这件事吗 可以 你知道Sleep No More里面 有超多全裸的情节 哦 然后 我想说 他们故意把灯弄得暗暗的 哦 所以大家会更想看 就是 哇明明是裸的 但我却看不清楚 然后就会看得更仔细这样 好那我这个背景是不是要补充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调到裸露这件事情 对对 为什么会 就是你那个 先讲你那个 就是 对 我讲还是你讲 你讲你讲 就是反正我的专场最后有安排 六块钱要裸体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在二三演 对我们在二三演出 然后当时只是为了要 跟那个我的 我的专场里面的一个笑话做 没有意义的callback 但我们觉得很好笑 所以安排他裸体 可是因为这件事情 似乎被某一些路过的观众 他没有 预先知道说 这部戏可能会有裸露 所以有投诉了二三 而且他们 是在那个 Google上面 投诉了两个还是三个 然后 我跟二三的 的 就是本专都被私讯 这样子 对然后就还说什么 你们这样子有犯公然猥亵吗 还是什么之类 可是 说要告我们这样 因为我刚刚会提那个Sevenway 是因为我进去之前 我也不知道会有裸露 我看你没有觉得怎么样 我在想是不是灯光的问题 哦 就那个时候你如果 灯光这样闪烁 然后他有点像抽格的那样子 哦他火过去这样 他会不会完全没问题 我没有 他们有精心安排过 没有我觉得 哈哈哈 他们有体谅 我们可能会吓到 哦 没有欸我觉得台湾观众 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在 看到别人的裸体本身 有一个很强烈的排斥感 六块好像在其他地方也蛮爱 超爱裸体的 裸体对你来讲的那个忠告性 到底是什么 哈哈哈 哦裸体哦 对因为我真的还蛮爱裸体 我也搞不太清楚欸 到底为什么 而且最讨厌的是 只要你跟他讲说不要裸体 他就会故意裸体给你看 那你玩啦 哈哈哈 但是因为他真的很穷 你应该不拿钱 没有他真的很穷 他一定会为了钱这样子 对对对 把衣服穿好 哈哈哈 因为我想到这个就是 就是跟台湾观众 就是我刚刚说台湾观众 没有办法分清楚 真实或虚假这件事情 好但是 我觉得台湾观众对于一些 他们预期之外的事情 突然发生的接受度 是不是也偏低啊 我以前有想过这个 嗯 然后我觉得 他的那个 就是预期之外的那个夸张程度 在某一个范围内 大家会很生气 可是一旦更夸张 就突然不生气 就超过理解范围 对对对 然后我以前会举个例子 就是以前在图书馆 不是有人会趴在桌子上睡觉 然后就会打呼吗 对对 然后别人就走过去说 不好意思 这里是图书馆 可以请你不要打呼吗 嗯 因为就是有稍微超出 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 图书馆里面 唱歌 然后站在桌子上 可能全裸唱歌 那个情况就会整个 夸张到 大家也不知道要怎么反应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秀 就是你会觉得他的表演 对啊 或是就是疯子 现在不可以灌输六块钱任何这种 对 对 所以逻辑在桌上唱歌 没问题 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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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恩说没问题 对吧 还是会吧 还是会去制止他吧 你们如果看到一个人正在 可能倒立 可能倒立就不会 就是哇 虽然他裸体 但是倒立蛮有趣的 倒立 倒立 的情况下尿尿 对 那很了 然后那尿会全部 撒在他的脸上 不是 那我会想看 我就被以为 我就被以为我担心是说 来这边访谈的时候 博恩是会最紧张 我们谈一些奇怪话题 是怎么是我 怎么会是我 你要紧张 放松一点好不好 干嘛 而且裸体站 站在桌上是他讲的 对啊 为什么 我以为这个话题 会是六块钱开的 那你为什么对身体这么自在 可是我后来想到一件 一件就是我大学 因为我从大学之后 就是开始 还做一些裸体的表演 然后有一天 就是我有一个同学 就来跟我说 你这么爱裸体 然后你好像身体 不怕别人看 那你想要隐藏的事情是什么 那我突然之间就开始爆哭 没有爆哭 没有没有 我吓到 我就想说 干对耶 就是我这么爱裸露 可是我一定是有一个事情 是我很想要 藉由裸体去隐藏起来的事情 嗯 但我 还没想到 我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是自己的脆弱或什么 因为像我跟二三的小编 李安也很熟嘛 然后 就我有时候就是 会在舞台上可能很生气 然后凶观众什么 然后他就会 跟我说就是 这个 这种凶这种生气 是不是我展现不安的方式 嗯 就是因为其实我在舞台上很不安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我可能会藉由用凶观众的方式 或者是用跟观众起冲突的方式 让我自己比较不会不自在 嗯 可能每个人解决自己不自在的方式不一样 我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你解决了你内心的不自在的方式 是透过裸体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在舞台上 就是如果遇到很尴尬 或是就是整个大boss的情况 就是你们会怎么办 有些人会很尴尬 会笑场 或是怎么样 会想要怎么圆过去 我想到的是我跟贺龙面对穿女装的态度 其实还蛮不一样的 哦 我是穿女装 我把它当做跟男装 根本一模一样 就是不而已 这是什么好介意的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 你对你自己的性别气质 如果够有自信的话 你根本不用介意去穿女装 对可是贺龙他非常的坚持 就是他要保有某一种就是性别气质 啊 对然后 其实他是深贵吧 我觉得贺龙是深贵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对对对 但有一天在卡米 他就没有来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他 没有没有 你知道认真的 就是我小孩叫贺龙深贵叔叔 蛤真的喔 对因为我就教他 叫他 不是 这是你教的 因为你刚刚讲的好像是你的小孩 是你的问题吧 是我教他说这深贵叔叔 因为他不懂深贵是什么 可是他某一年他会知道深贵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说 哦 哦 你知道某一天他可能在书桌前面 然后写桌也写写 哦 哦 那个叔叔是哦 哦原来哦 好美品的安排 我买一个笑点 买了12年 很屌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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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立场就是因为他在这件事情的背面 嗯 所以他才被迫要表态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当你要被表态的时候 我觉得刚好正好他的立场就是正相反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的事情是 就是最近很多艺人被强迫说 哦我是中国人 什么之类的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不是 所以他才要说我是 因为因为 恍安没有被逼着表态 对啊 对啊 就比如说我不会跟人家说 欸你知道吗 其实我超色 因为大家一看就知道我一定超色 所以我反而要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很 很怪 所以贺隆就是如果他要强调他的那种男性气质的话 那他就是神鬼 对啊 他一定是神鬼 他超爱男的 那反正那时候大家的一个假说就是说 会不会是因为贺隆的那个 就是原生家庭 没有男性角色 啊 所以他必须用某种方式去补偿自己 很有可能 然后他展现男性角色的方式就是用很女性特质的方式 因为他没有 没有就是他不愿意露出任何一点女性特质 对他不愿意 对对对对对 可是他那个所谓的男性特质是他想象出来的啊 对对对对 因为他没有负姓角色啊 对对啊 但是他是从这个社会框架里面去学说 大家想象中的负姓角色什么 我要把它拿在我身上 我把这些表现都贴在我身上 有可能啊 好有趣喔 大家的那个 而且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最近很常很流行 就是看到一个人做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说他以前一定有一个那个 让他过度补偿 甚至 对 这是最近嘛 我以为是 一直以来大家都会有这种 有这种想法 没有吧 原生家庭不是很当代的事情吗 可是至少至少近五年十年就是 每个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讲说 我原生家庭是这样 但有时候觉得自己爸妈其实超衰的 这其实是你自己人格的扭曲 为什么你要说自己 我会给原生家庭 我会犯这个错 我会强暴他 就是用原生家庭的关系 对其爸妈就是健全这样子 拉回来 对对 曾经是剧场 曾经是剧场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再回来一点 就是这件事情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一直很想知道 这二三被客户 就是你们会很在意吗 就是会影响到你们吗 就是 我知道的时候已经都处理完了 哦 对 然后 我感觉是没有再继续延烧 所以我还好 但如果继续延烧 然后又烧回我身上 那我们有一天 那我们有一天 如果因为这样 然后烧到你身上 你觉得烦 就会把我们ban掉吗 只有二八 从二三就是说我们不能再报告 就是他们不能进来 对 我一直不觉得 我会有任何一个moment 是把人ban掉的 哦 但我 so sweet 对啊 不是啊 就是这老在两年前 哈哈哈 刚刚有一个名字 在我们所有人脑中 营绕 只是没有人讲出来 我觉得那个 那个瞬间我觉得很美妙 哈哈哈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 哎 你是老板 你有资格决定你要 然后我想说我不会ban任何人 但我觉得讲清楚嘛 对啊 那我们这个戏真的不会有逻辑 真的不会有逻辑 真的不会有逻辑 对绝对不会有任何逻辑 或许或许会有一些桥段 有一些逼近 因为我觉得 毕竟是喜剧 我觉得喜剧很难 关于性这件事情 可能难以回避 嗯 就是讲笑话难免就是 提到一些两性关系 甚至自己的性经验的事情 我觉得难免 但是绝对不会有视觉上的逻辑 我保证 对我在这边跟大家保证 可是你刚刚讲那句话 也是会有被沿上的可能性 就是为什么 想笑话一定要扯到心三色 对没有一定啊 我说没有一定 但是因为我 你刚刚说那个讲解句不能违避 难免啦 我说难免 很难避免 但是不是说一定会有 但大家有时候会避掉 那我们重点是 我们这部戏因为 有一些急性的成分在 因为你在现场空间 随时可能会发生各种不一样事情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说是不是百分之百 我可以保证说 不会有任何性的元素 在这部戏里面 我没有办法做这个保证 要怎么训练演员去处理这种 就是 沉浸市剧场的急性桥段 我们的导演 我觉得其实是 框架定的明确就可以了 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知道最后我要回到哪里来 就算观众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情 其实在某一个限定范围内 我觉得是可以让它发生的 但是的确 因为像之前台湾有做一个戏 也是沉浸市剧场 叫围裙饭店 然后他们有做很多版本 然后因为他们那时候 有大量的酒精 他们大概每一场戏 可能观众会喝到四到六杯酒 哇 所以真的会有观众 起酒笑 就是他们真的会发酒疯 然后他们那时候有一个机制 就是 演员比一个什么手势 还是做一件 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会 工作人员直接进来 然后把那个观众 请出去 他会直接 他只会直接离开这个空间 但是 但是我觉得到真的那么严重 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都是 在沉浸式体验里面 他必须要 能够被接受的事情 对于演员来讲也是啊 对于制作方这边也是 就是你要有 这一个让它发生的可能性 然后你只要主题 没有片 你最后可以回得来 我觉得 他们干嘛 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 哦 我那天看Sleep No More的时候 我感觉他 因为他很多的走动 然后他会用一些 很确定的 就假如说他要往那边走 但是有观众就 坐在那边的地上 嗯 他就是会先这样子看一下 然后定格 然后那个观众他就会 潜意识知道说 哦我该闪了 他是不是要往这个方向干嘛 嗯 对对对 但他们演那种十年一定会 遇到观众刻意的挑战 哦 绝对会 就是啊我知道你要来 那我就在这边看你怎么做 一定会这样子 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处理机制是什么 我有直接被推开过 哦 可是你是不知道他要走过来吗 还是怎么样 他从我的背后 哦 我根本没看到他 他直接把我那样 哦 但是他们的逻辑 因为观众戴的面具 他们都是幽灵的话 嗯 对于他们来讲 在这个逻辑里面 他们可以自洽 所以他们可以知道 哦我只是穿过一个东西而已 嗯嗯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我觉得我们重点是 就是让演员对于他那个角色 跟观众的现场 只要是他逻辑之下 在符合这部戏里面 这个角色会做出来的事情 其实就是合理的 嗯 所以哪怕不管是观众的反应 有点失控 或者是即时上面的互动 有一些跟我们原本预设不一样 但只要他仍旧符合那个角色 在那个情境里面 理论上他就会做事情 那就是会很正常 嗯 所以倒也没有什么 一定要怎么透过训练的方式 去控制观众跟 演员跟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也没有 而且因为我们这一次 有两三条线 其中有一条线 我们赋予观众的角色 就是观众 嗯嗯 所以他们在 以观众的 的立想去做的这些事情 他们应该 不会突然间想要 就是大裸体 或是 或是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情 像 我以为你要在这边裸体了 因为如果我们 假设说我乱讲 比如说我们赋予观众的角色 是一个神经病 嗯 那他们 他们对于自己自我暗示也说 好我等一下就是神经病 那我可能就是会想要 裸体 或是倒立尿尿尿在自己脸上 之类的 可是如果我 给他的暗示 或是我给他很明确的角色 就是你就是一个观众 所以他们也许就是 做一般 平常他们在当观众 会做的事情 哦 了解 我前几天看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感想是 好像这种东西 然后观众会移动嘛 对不对 嗯 所以其实画框啊 就像那个电影的那个框 是 就是每一个人的 第一人称视角 对 对 然后在硬体上面 他们就设计的 我觉得很强 嗯 是他 他的灯 不会是 一直开或一直按 嗯 他会随着剧情那样子 然后 就是我的第一人称视角 看过去就是 全部都是合理的 哦 他的脸上一直会有 有光 你可以一直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 对对对对 哦那真的很厉害 然后我就想说哇 那所以那个 你们到时候在卡米蒂在硬体上面 也会改造那个场地 让他变得跟平常长度一样 会会会 我没有做出调整这样 对 但是 蛮难做到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在排的时候 我们有发现类似的事情 就是 因为我们是用整个卡米蒂的 从楼上到楼下 就是 两三层楼这样的空间 那有些地方 他可能本来不是 演出空间 嗯 所以他在光源啊 或是就是你集中的这件事情上面 可能会有点分散 但是我又不想要让他变成是 看起来太像就是在演戏 因为我只想要改变这个观点关系 所以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 改变策略 比如说 如果说 因为一般我们在舞台上是 灯光打在我们脸上嘛 然后观众基本上是暗的 所以大家的focus会在这边 但是我可能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光做这件事情 可能是用高低查 比如说观众就坐着 我就站着 或是我坐着 观众站着 或是怎么样改变这个聚焦的方式 嗯嗯嗯 对 因为你说像SBINOMO 他们就一定是有个很强的团队 跟很多钱 然后我们可能 因为他们那一整栋房子 就是为了这个戏 去改造的嘛 然后我们 没法做到这件事 因为平常可能KAMIT 他也有别的东西要营业 我们只有演出的那些时间 是for我们的 所以 我觉得就是要改变 就是这个聚焦的策略 这样 因为刚刚有讲到钱这件事情 我自然要听仁杰讲说 你们的经费 好像跟一开始估的 一开始有估吗 有啊有啊有啊 有估 其实没有差太多 对啊 重点不在于 我们预估的价格上出了问题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在于 我们 预估的观众 预估的观众 除了 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在做这部 这部戏的时候很像绷恰恰 就是 很像去跟那种电影的人说 燃烧弄想 就跟那种各个金主说 就是输了算我 赢了我们一起分 然后我 当时的状况就这样 就好反正输了算我 就是这部戏要成本 所以像绷恰恰 我以为是有什么性爱光碟流出 对对对对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 我要去拍性爱光碟 我要去讲是这个 下礼拜新闻 人杰加入slack的 那重点是这个 也是会跟你预估有落差 因为也不会有人 要买一个性爱光碟 就做性爱光碟又赔钱 到底怎么办 好可悲喔 好可悲喔 对啊就是 对啊我们就是一直拜托很多人 然后比如说像柏林 就像我们上节目 或是请他们来 因为其实我们原本预设 这部戏 最麻烦的地方 是因为他真的 不像我们平常做单口啊 或者是去做一些剧场 他可以 观众可以密集的坐在那里 所以你一个场次的 人数可以拉得非常多 对啊 会比较少 对所以我们这个 一个场次最多的 就是36个人 所以几乎是 老实讲 几乎是不赚钱 就算卖完 也几乎不赚钱 就赚个几万块而已 所以一定是 我已经预想这部戏 我大概就是一定是会赔钱 但就是尽可能的 不要赔那么多 不行啊你要加盐到 钱收回来 对所以这是我的目标 就是我希望这一次 赔钱之后 但至少大家觉得说 来看了很好看 然后我下次就有机会加盐 就是加盐的话成本 就会降低很多了嘛 对啊 对啊就是我硬体设备 可以几乎不用重新试过 然后我也不需要再找新的美术 就再走一次就好了 那你去看这个CNOMO 它的人很多吗 超爆多 超级多了吧 然后我最不爽的就是 我们不是要跟景一个角色吗 前面的人走路超慢 哈哈哈 那你去把他推开 你去把他推开 到后来就是 要强硬一点点 把别人推开 对啊 你在干什么啊 你走路在慢什么 他们全部都用自己的tempo在 我觉得他们应该 他们其实很沉浸 他们就是用他们这些方式 在看这个演出 对对对 可是就会 因为人真的多到 就假如说他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演 然后那个角色又很重要 男主角女主角 他就会小房间全部都满的 然后其他人只能在门外这样子 偷拍根本看不到 所以就算了 我就跟别人 那我想顺着这个东西讲 就是因为像 我觉得台湾人的观看习惯就是 我会很想用主视角的方式 就是我看到的东西 就是要是他最完整的样子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 像国外或是对于 这种曾经是个人体验的 就是文化比较发展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是比较重视 个体经验 就是说 好 虽然我没有办法 就是以主萤幕去看 可是我这个角度是没有人看过 比如说我就是从门缝看 你没有从门缝看过 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 我是很特别的 但是我觉得台湾观众可能会 就想要挤到中间 我要从中间来看 然后比较不重视说 其实我的这个角度 别人没看过 但我觉得曾经是体验 对于我来说好玩的地方就是这样 因为我很常去参加一个 曾经是体验 就算他们有个主线要走 我就是会是 走路走最慢 或是我会最后台跟上 我会对于角落的一些东西 我会很在意 我可能就会蹲在那边看某个角落 我会看到 可能发现一回头 整个空间已经没有人了 嗯 然后我才会再跟上大队伍 但是 这个观看的方式就是 我选择的 然后那个只会属于我 个人的经验 是 我觉得跟一些游戏蛮像 就是有像萨尔达 他不是有主线剧情 哦 一开到世界观 对 对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 是玩自己的 对 我觉得也有点像这样 可是因为萨尔达你可以就是 无穷 就是玩三百四百个小时 然后一直自己那样玩嘛 可是 因为在Sleep No More裡面 只有三个小时 然后他又要封箱了 哦 所以我就觉得 我又没有机会再去一次 哦 可是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 我去年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他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超市 简单来讲 剧情就是被外星人 很占据 但是你表面上看不出来 你只会觉得这个超市很怪 但是 其中一个冰箱打开来之后 你可以走进去 然后里面是个异世界 哦 很帅耶 那也是演出的 他也是 他没有人在演东西 对他是个空间 可是也不像密室 因为你没有要解任何东西 那他是真的可以买东西的超市吗 他 没有不能买东西 可是你会有一张会员卡 哦 然后你发现的任何东西 好像 就是他会有些储存点 然后你可以储存在你的会员卡的进度 哇 他好帅哦 你就知道你解到哪了 哦 所以你下次去可以继续 可以继续 对 然后他会一直扩充 他会一直扩充 他剧情还没写完 所以他就是一个装置 然后也没有演员 对对对 哇 好帅耶 所以像那种就是 因为我们那天在那里面 待了大概五六个小时 我会觉得说 要时间允许 我是那种超级贪婪 我玩游戏也是 我全部的那个克洛格中子 全部都要找到 每个民宅的柜子都要点一下 对对对 所有可以按到的东西 全部都要按到 所以我每一个剧情我都要看 我们其实也有做类似这样子的 就是游戏感的设计 就是我们其实这部戏 有一个二周目的概念 我知道你是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表单 就是我知道你是第二次来的话 你就会打开隐藏剧情 然后你会知道这部戏 因为你来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讲的观音体验事情 就是你只会从某一个角度 去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 那当然这个其实已经相对完整了 就是我们一定会让你看到 一个完整的故事 让你知道头到尾 这个空间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这部戏的背后 有一些事情 是你只看一个视角 你看不到的 如果我知道你是二周目来的话 会把那个东西打开给你看 会有一个方式打开这种片开 就是我们会希望做到是 类似像是 你打开那个冰箱 发现既然 这一项也会通到那种惊喜感 我们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太用心了 好那我最后问一下好了 因为我去Sleep No More之前 没有做任何的功课 可是要是有人跟我讲说 穿运动鞋啊 或是什么 先复习一下马克白在讲什么 我觉得我的观音体验会好蛮多的 所以去看你们这个 事先有要做任何准备吗 还是没有 其实是不需要 就是可能 可能你真要说就是对喜剧 也不用对喜剧文化多了解 对就是 因为我们其实实际上就是希望大家看完之后 可以真的有一点对台湾的喜剧的现况 有一点理解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这么希望观众做太多的功课 对就是你有做 当然你可能会在某些地方 比如说你真的比较认识这些人 那你的观音体验会有一些额外的加分 但是你说没有做也很好 就是我们也会觉得你 就算你不做任何功课 你看完你会对台湾的喜剧现状 有更深的了解 对对 那这样讲起来其实也是跟 就是你如果知道马克白在去看CVNOMO的 那个前色的感觉也是有点像 就是如果你本来就对台湾的喜剧的状况 有点了解的话 他有一些彩蛋 我们是有些彩蛋 可是如果你完完全不知道的话 其实也没关系 其实也没关系 好所以可以猜想得到有致敬某些笑话 对对对对 绝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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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历史事件 我们是想办法复刻 不容错过 对对对 不是跟你讲的一样 虽然我不知道你能讲什么 但是一定是跟你讲的一样 其实讲到现在大家都还不知道 这个具的名称 还有一些相关资讯 这部戏叫做 全名要讲全名 要讲全名是不是 好这部戏叫卡米蒂导览之 你怎么能不爱上stand up 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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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不爱上stand up 对对对对 对我们有跟豪平取得正式的授权 所以 一定会有四首歌 一定会让你听到 那我反正就完整叫做卡米导览之 你怎么能不爱上stand up 然后场次是在6月15号开始到7月1号 总共有9场 这一场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只剩后半段 29号开始的场次 那29号到7月1号 这三天还是有5场演出可以看 可以在KKtix上面找到我们的 我们的售票资讯 再麻烦各位 我有就是试一下听说就是某角色是不是会一直有不同的人去演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系里面有一个角色是 不是角色是我们会有一个邀请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每一部这部系会在每次演的时候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来扮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然后我听到目前答应的人里面就是对惊喜蛮多的 蛮多的 对大咖以及值得期待的 对对对对 可以可以说吗不行吗对不对 没有就卖个关子对对对对 看大家到底是买到谁的那一场 好好对对对 这样就好了 不用讲还多 好好 最大亮点然后说不要不要讲 不要不要再讲 好谢谢 谢谢博文非常感谢六块来跟讲解 谢谢 博文谢谢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QA部分 首先第一位 地狱梗梗于怀 地狱梗梗于怀 就是至少叠两个字吧 你知道 我们高中很喜欢玩什么投桃报李龙啊 入木三分球啊 这种就是什么木凳口呆花 就是至少叠两个嘛 叠一个真的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我真的不想念 OK笑话前提评分完蛋了完蛋了 通常这种留言 绝对没好事 来吧 博文好 之前因为没有加问号 没被选到... 想请博文帮我评价笑话前提或是雏形 我感觉应该不是因为没有加问号 应该是因为我录完之后 想说这个好无聊 直接把它删掉了 好我们来念念看吧 一 鸡鸡有长度和粗度派系 解决这个纷争的方法 就是用阿基米的排水法量体积 OK 二 酱应该... 酱 酱料的酱 应该质地浓稠 油 油 应该要黏滑 酱油既不是酱也不是油 而且如果反过来叫油酱 听起来难吃到不行 以前哪个天才想到这个东西要叫酱油的 三 喜憨儿是正面描述智能障碍者的词 如果你很在意政治正确 那被叫喜憨儿的时候不该生气 四 如果说佛教修佛要秉除欲望 那减少欲望的东西像是化学去世 括号减少性欲 减肥药括号减少食欲 和薪水22k括号减少物欲 对佛教来说是不是就是现代社会的先单设立 感谢伯恩 希望伯恩的儿子能当到179 因为我180不能比我高 好 都100分 超赞的 对啊 推荐你到OpenMind自己去试 对 然后再下决定 下一位 好啦 我简单来讲一下这四个 我觉得哪一个最好 好不好 来当作没有敷衍 嗯 其实各有千秋啦 但 我觉得它会涉及一些 就是写作难度的问题 好比说 最后那个 什么现代社会的先单设立 我觉得 这个就是写作难度超高 但你如果真的成功写出来了 这个可能会是天花板最高的 然后我讲一下天花板低的 但是 应该很容易写出来 就是那个酱油的那个 因为酱油的感觉 它比较 纯文字的概念嘛 所以 比较好去那个 然后 三我 我会建议直接放弃 然后 那个 鸡鸡 用阿基米的排水法量体积的 这个东西 呃要走的应该就是荒谬的那种 但 我不喜欢 就是 我不走这个路线 所以我也不推荐 对自己有信心就走4 对自己没信心就走2 大概这样 下一位 加0324 选我选我 许愿可以上型男大主厨宣传吗 不要再去大任门了 朱许宴 声音和身体健康小战健 噢我的妈呀 这集上线到底是几号啊 大任门上了没啊 噢 好 谢谢建议 诶 行男大主厨 非常漂亮 呃 下一位 毛毛钉子 关于不务正业 上次博恩跟Jim聊到 如果有人因为夜夜秀喜欢你 然后才来买脱口秀的票 是不是不纯 我觉得不会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几乎一样 如果类似的例子 是一个很红的歌手 跑去拍戏 我就觉得不好 就像你说的 对这个文化有害 不确定性质上的差异 或者是夜夜秀脱口秀 在台湾 还不够多 所以分得不够清楚 博恩觉得呢 最后祝博恩小孩平安长大 就是 对你来讲 几乎一样 所以你觉得 坐在一个桌子 然后有来宾的访谈 跟一个人站在舞台中间 自说自话 几乎一样 我一直觉得这个 蛮有趣的 就是 光是文字翻译本身 能让大家的概念定毛到 愿意忽视所有你看到的 真正的证据 然后觉得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一直让我觉得非常的 就是fascinating 为什么啊 就是到底为什么会觉得夜夜秀跟 stand up 是一样的 对我来讲啊 就是看起来就是 完全不一样 可能的确 就是 如果 你要非常 概括性的 就说反正就是有人在讲话 然后有点好笑嘛 所以的确就是可能是 有点像的 或者是说 你不要讲台湾好 你讲美国 然后有去 当那种深夜节目主持人的 他们都有些stand up 背景 这也是 对的 但 就 我还是觉得不太一样 然后我也觉得他需要的 技能组不太一样 就是访谈的技能真的跟stand up 技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要觉得会讲stand up的人就非常 自然而然的一定懂得怎么访谈别人 好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翻译的错啦 不是不够多 所以分得不够清楚 下一位 此 清大有异趣 为什么有人已经抢走我这一句 哦哟哟 爱装文青 我想读原文书 但边翻译感觉好咯 问你好 我是一个在台湾教育体制里打滚的学生 我很喜欢博文有关语言的podcast 想问希望国家 括号或其他亚洲国家的语言 或者文学教育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国文括号中文的教育方式 好像跟其他国家的母语语言 或者文学教育方式不太一样 想知道我的想法 是否只是因为没有看过世面而已 还是国文教育 是真的很特别 祝博文全家幸福美满 儿子不捣蛋 哇 你知道 你知道这个问题 它涉及了那个 就是 教改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们读的东西 跟现在高中生读的东西还一样吗 我怎么记得 就我们那个年代 他们一直就是想要改善说 为什么我们只读古人的东西 然后要引进很多 现代的文学著作之类的 我不知道现在的比例到底是怎样 但我的那个年代是 反正 呃什么40篇古文 必考的都还是古文 都没有现代 那这一直是台湾教育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要讲国文好了 我们讲音乐课 为什么音乐课 你顶多就是学到歌剧音乐剧啊 你有想过这个很奇怪 我们现在对于流行音乐的想法 就是大家不都是会讲说 哦这个音乐很80年代啊 就是那种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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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嘟嘟嘟 然后到90年代又长什么样子 然后到后来的 就是你知道吗 近代音乐的演变 然后或者更早一点点的 爵士啊燃调啊的演变 我们音乐课是提都不提的 我们只会知道 哦这个是什么 我不知道 到底什么时期啊 我是全部忘记的 反正就只会学一些什么 巴他 贝多芬 莫扎特 顶多真的顶多到那个音乐剧 那就说哦是谁啊 那家伙叫什么名字啊 想不起来 算了算了 反正就这样 就是音乐音乐都这样子了 都没有教到现代 所以国文的就是很奇怪啊 都为什么只教顾 但你说西方是不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毕竟没有在西方读过文学 最接近的经验只有在台大外文读过文学 然后外文系的课里面 我觉得就有几种 一种是那种导读类型的 就是他预设你在家里面没有看过 然后就带你念 然后带你看重点在哪里 另外一种类型是那个老师会直接跟大家讲说 大家在就是课前预习这个东西 就是我没有要带你 你在家里面本来就应该看完这个文本 我们来课堂上面是要来分析跟讨论的 就是也有这种派别 那我不知道这是国家的差异还是怎么样 但我会觉得一个有意义的文学课应该是后者 不应该是导读啦 就是你几岁啊 要带别人带着你念东西 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可能义务教育里面的中文课 也可以是这样 就大家在家里面就已经先自己读完了 然后我们来课堂上是来讨论这个文本里面 怎么样怎么样想要表达什么 我觉得讨论会好一点 好下一位 我从大说谎家就开始看了小地雷亥伯恩 我是看完小地雷那一集之后来留言的 这个题目我也深有同感 但我有的不是小地雷 而是某个人做一件事情 我就把它归类为智障 我的清单上目前有三种人 第一种是会用手机拍电影片为还觉得没关系的人 第二种是走路不靠右的人 第三则是口罩戴在下巴上的人 我很好奇你也有自己的一份这种清单吗 祝世界巡论会顺利 没有我没有清单 我的预设就是 除了我以外的人都是智障 没有啦 没有开玩笑 然后偶尔他们做了一些好杰出的表现 我才会渐渐的把他们从智障名单里面说 哦这个人不是智障 没有啦 我不会这样子看 就是论事嘛 就是论事 只是我大概懂你这样感觉 我没有特别去想清单 嗯 还是我是不是应该讲说 我有啊 我的清单上就是会列别人是智障清单的人 都是智障 好啦 没事 我没有这种清单 下一位 聘马的聘 哎呦 哎不是这一集的QA是不是 就是像聘马 你就会念聘马 你不会念聘马 对吧 因为他你不觉得已经已经变成一个中文的字了吗 就有点像是哦他好man 你不能讲他好man 因为man没有man的意思 所以man其实已经是中文了 大家懂我意思吗 roll your boat 嗨博恩 从二三年中在芝加哥看了你的现场表演后开始认识你 二三年未搜寻comedy podcast的时候又发现博音 终于慢慢听完所有的集数 QA部分常听到博恩哀嚎 啊这太长了吧 一夜A4 我一直很好奇 一夜A4它有几个字 只要字行剧呢 有时候直接看手机读 有时候是列印出来读吗 呃四月中听到一串很像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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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的鸟叫旋律 有吗 不是我是不是 你在真实世界听到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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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这样 蛤 转头看到台湾蓝雀 飞上树梢的长尾巴 台湾蓝雀的叫声 真的是这样子吗 诶 能不能请博恩用肖氏唱将唱这首歌 thinks a million 好多人祝你何家安康 全家平安 我偏要祝你万事如意 好谢啦 对啊 万事如意也是个很好的称赞好不好 我现在是 你不觉得人生当中的 几乎每件事情 都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在走吗 万事如意其实很屌欸 真的觉得 要是我可以选择的话 我也 我今天不会选择 就是凌晨五点下飞机之后 还要录两集podcast 跟开三个会 等一下要准备迎接第四个会啊 对啊 但人生就这样嘛 不是每件事情都如你的意 所以 台湾蓝雀的叫声 我 我记得有好多种 因为它也是就是偏聪明的鸟类 这样 然后 可是 我记得台湾蓝雀好像 也会小学一下 诶还是那是喜鹊 那我 那不是吧 反正台湾蓝雀的叫声 不会是roll roll roll your boat 它是一种 吵杂的那种 那种 这种 比较像 好啦 咳咳咳 咳咳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 笑识唱唱的roll roll roll your boat 然后因为我知道这首歌 后面有一个非常高的 merrily merrily 所以我起零低一点好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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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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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像小星灯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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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等一下 還是不像诶 怎么唱英文就没办法像诶 再一次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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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et merrily merrily 还是没办法 merr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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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is but a dream 好 今天的這集播音就到這邊 VS中間沒有電話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